最近呢有一款饮料火了 叫做二锅头汽水 本期视频没有酒 这个呢是汽水 但是它的味道呢 就是二锅头风味汽水 这个汽水呢也贼便宜啊 你们可以搜一下 就特别便宜 上面写着五酒精 白酒风味汽水 真的你说谁研究的 这个东西的出现 让喝酒的和不喝酒的 都挺尴尬 人才啊 零糖零脂零能量 沉住气别上头 来给生活比个倔 二锅头小浪哥也喝过 品一品味道 到底香不香 还真像 这个酒的味道还真像 你说这是 咋想的 就是酒的味道啊 兄弟 还挺浓的 再说一次啊 沈和同学 这个呢就是汽水 没有酒 我还是打一个吧 未成年人不得饮酒 好吧 这是饮料啊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花里胡哨的啊 像水呀 吃香糖醇啊 柠檬酸 苹果酸 柠檬酸 蔗糖素 二氧化碳 山梨酸甲 食用香精 反正这些东西都有 我觉得这个味道呢 源自于香精 食用香精 啊 真的 如果你没有喝过酒的 我劝你别喝 这个味道呢 不能说跟二锅头相似 简直是一模一样 哇 有点仪式感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在酒厂上拿来唬人 看我视频的酒友 你们小心了 这个味道是真香 但是不辣 虽然你鼻子的那个酒精味啊 是真香 但是一点不辣 还甜口 甜甜的 你说好喝呢 不太好喝 也不难喝 但是呢 平时喝饮料不喝酒的消味 你肯定接受不了 不辣 来个人 行了 我闻一下 这不白酒啊 嗯 这白酒 很像吗 不是吗 说明很重 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想喝酒 你就偷偷的搭在你鼻子里边 别人一闻 哎 还真是酒 但是你喝的是饮料 无形当中 你的酒量在朋友圈直线飙上 但是小心挨揍 我劝你自重